圣地牙各动漫展ComicCon又被称为SDCC 原定于今年7月23日到26日举行 预计将有12万民众参观本次漫展 组织者表示 持续的疫情和加州州长的最新声明都表示 今年举行任何大型活动都是不安全的 因此宣布取消 据主办方称 已经购票的民众有机会全额退款 或将门票转到2021年的动漫展继续使用 而用过与漫展合作的One Pick预定酒店的民众 定金将被返还 其实SDCC并不是第一个宣布取消的大型活动 由于欧美日韩在内的许多区域遭遇疫情爆发 许多大型展会和活动都相继宣布取消或是延期 例如E3游戏展的主办单位ESA就发布 正式取消了原定6月举办的E3游戏展 还有原定于5月9号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大型独立游戏展会 Beat Submit Ace也宣布取消 还有游戏开发者大会 世界移动大会 谷歌的Cloud Next大会 以及Facebook的F8开发者大会等 都面临延期取消或改为线上举办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